走開 大家請坐 各位好玩齁 我們再來繼續 大家比較辛苦 還有一點點就可以吃飯了 剛才說 太平洋戰爭 194年開始 1945年結束 結束了 日本 有這個 導航的儀式 美國的Makasa 來主持 這個 因為 太平洋戰爭 它的戰區 非常看 中國的發白 還有太平洋這邊 非常看的 一個戰區 所以 不可能 只有美國去 所以要分配 分配 所以 所以 日本 琉球 分配 美國 日本 百風修 四個島 要不分配 所有人都已經 占 了 這個 中國 中國 就是分配 中國 中華民國 來占領台灣和平洋 這是民軍 分配占領 同時 中華民國 也分配在 外南的北部 一個地方 他去占領 分配占領 所以 在1945年 中華民國 給我們 記錄一下 還有 三個 來接受日本的大方 那時的大方 在台北的工位 中華盾 中山盾 那些獸品 最近有人找出來 地方可能看到 工位屋 在台北的 民軍的旗子,有蘇聯美國、法國、英國的旗子都在那裏 可能也有中國,所以是接受 在台灣接受民軍的導航 接受的代表就是中華民國的教会社做代表 但是呢,我們知道中國人、其他人很感聰 他以為這樣,就自己拗 自己拗說,他講給台灣 他打贏,他講給台灣 所以我們現在都有的風聲、教科書 我們也對人說,台灣光復,光復 講好,講好,講好 其實沒用,不是講好 他是代表民軍接受日本的導航 他不是講好台灣 這點,我們要了解清楚 所以1945年,中國開始接受台灣 這是第一項 第二項就是1945年 中國的中華民國交界燒 因為讓共產黨打敗 都沒來台灣 所以他去年,他是流亡台灣 所以中國的國民黨還是中華民國 他有兩項的性格 第一就是尖領台灣 第二就是流亡台灣 他有這兩種性格 所以這個1945年前排之後 刷下去 就是簽這個和平條約 就是1955年年,古金山合約 古金山合約 有四十八個國家 跟日本簽這個和平條約 無中華民國 無中華民國 也無中華人民共和國 沒有簽字 戰爭這個問題 戰爭要結束就是敵對國 一定要簽這個和平條約 如果沒有簽,中華民國 沒有結束 這樣要怎麼辦 所以美国要求中华民国和日本另外签一个叫做中治和洋 还是叫做台北和洋 这是担当中华民国和日本签的和洋 这个刚才对古今山和洋的后边水签 里面条文完全和古今山和洋相同 其中一个不同的就是 将我们本土台湾人的国籍改变 所以是中日和洋里面 声说 本土台湾人和他的后台 被看作是中华民国籍 这个1955年的中立和洋 还是台北和洋就这样给我们声 所以我们在1955年 发 但日本人变成了中华民国人 1955年 但是这个历史 不是正正在这里 历史会改变 经过20年后 1970年 日本声音 中华民民共和国 日本和中华民国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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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和洋有效 没有效 没有效 应该是没有效 没有效的时候 所以我们是没有效 所以我们是1970年以后 就没有效 所以我们是1970年以后 就没有效 所以 因为这个官员 1970年 我们知道 有一个台湾关系法 这是美国国内法 美国国会通过的一个法论 叫做台湾关系法 台湾Relations Act 这就是说 美国怎么会通过一个国内法 要跟台湾发生关系 致命说 台湾还是中华民国 不是一个国家 它是一个比尖的地区 所以要跟台湾发生关系 美国就禁锢台湾关系法 下去 下去 下去做 台湾关系法 里面有一条 说什么 1979年 江华缺一开始 所有的中华民国 不要叫做中华民国 要称呼作 台湾地理统教 Governing authority on Taiwan 就是台湾地理统教 它不是国家 所以不想称呼作 中华民国 这就很清楚了 所以 美国以后一开始就在说 中华民国不是国家 台湾也不是国家 一直就这样说了 所以这是一九七九年 所以 一直到最近 这个 我们知道 李空空六年 这个林志生生生 我们的地方 有去控告美国 去控告美国政府 台湾人 一群台湾人 控告美国政府 你台湾人要控告美国政府 不这么简单 美国全世界 像共的国家 你有活动 你敢去教 你有巴子去教 你去控告美国政府 你也要美国律师 美国律师 你来扶美金 他不要拿台北 不许 去抗 要如何抗 就是禁止古金山合約 因为古金山合約是国際教育 你抹一个签字的国家就是要遵守 古金山合約里面怎么说呢 古金山合約就是说 美国对台湾是主要占领款国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主要占领款国 既然美国是主要占领款国 你对台湾有关系也有疑问 来保护台湾和台湾顶管的本土台湾人 所以在台湾的本土台湾人 应该享受美国憲法里面的基本领款 因为你是主要占领款国 那是八十五年 你簽名 你我们台湾人要享受这个基本管理 基本管理主要一种 就是我有千世流行的自由 这点你还要把我们尊重了 我们要如何入行 没政典 所以美国法入行政典 台湾人 奔透台湾人 这就是个所的要求 结果这个个所 我法已经过三十年 玩得不简单 但台湾法尼 拍到高丁法尼 高丁法尼的打官 各位也做出一个打官 他这个辩论的过程 大家有机会 如果网络看得到 也很精彩 这个法官 和国务院的律师 辩论的过程 很清楚就是台湾的地位 到底是怎样 说得很清楚 这个破官也在说 美国不可能 牌整半半 不要插旧金颯法尼 不可以 他说旧金颯法尼 一晚还有好 这是破官在扁论中有说 所以你看空丘年 这个破官主要有三点 我简单说有三点 第一点就是说 台湾呢 六十几年来 这台湾人都生化在 政治冷革里面 第二点呢 台湾人六十几年来 没有一个一直 淋滴的政府 这个政府我不知道什么 我们也没有淋滴 他自己说的 第三点 台湾的国际地位 六十几年来 都没有面格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的国际地位 现在是怎样 旧金颯法尼 日本放棄 台湾 日本放棄 台湾 主管的一些管理 也没有放棄 什么人 没有收收国 所以台湾的地位 台湾已经五十几年开始 就是美丁 不知道要怎样 所以有这三点结论 破官 破官 破官文下 对了 对了 这个破官 就说 因为 什么人 对台湾 可以行使租款 这是政治问题 这是行政问题 我俗法 部门 没法 都关 我们行政部门 去 所以这个案件 超过 犯人的范围 所以 中这个案件 各自 不再讨论 就不再讨论 所以有这个结论 出来了 所以 这个官司 说起来 不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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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扁手 至少 我们知道台湾的地位 是生成什么款 这是这个 康米岸 的一个政营 最近 我们知道说 美国 对台湾 中台湾 立入 这个 不用签 的国家 来的 这是 今年的事情 不用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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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签是怎样 你来上访 去贴一些资料 贴一些资料 当然是你的名字 有没有 先是日月 你的户口 你给到一个位 你给它要台湾 不能签姆姆做 这要台湾 你的国家呢 他叫你国家 藍的 武中华民国 他点到 这200多个国家里面 武中华民国有一个台湾 所以你要点台湾 就是你的国家 然后呢 他就去 警告这些资料 他就去查 查说 这个人是不是 本土台湾人 你若是本土台湾人 他就OK了 你若不是 是中国人 移民来台湾的 这拍子 不行 不准 所以 现在 中华民国 日本的国家里面 有一个金片 新的国家 有一个金片 这个金片里面的资料 就是所有台湾人 火口资料都在里面 所以他查了出来 经过这些火口资料 知道你是 不是 本土台湾人 有这个东西 但是 有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我一定 又没法了解 就是说 美国说OK 你就可以来 啊 我们要去美国 等台湾 湾其中华民国 挂河 台湾日本火口资料 出去了 对不对 日本 去到美国海关的时候 是不是要拿日本给看 日本是 中华民国 他在国际欄 是什么 是Republic of China 这中华民国 不是 国际欄身的火口 拿去看看 是中华民国 但是你申请的忙碌 如果你是 国主席台湾 你 你退入这个政権 或是席 中华民国 这样是不是 矛盾 美国 一直说 台湾关的法 不要叫做中华民国 结果 你立官的时候 拿中华民国 这本啊 这样不对啊 所以美国 也是 本身 違反 台湾关的法 这是我的看法 但是 奇怪的 美国 怎样 这样做 这点 我现在还没想到 想不通 到底是怎么 啊 现在啊 下来 我们就在说 中华民国 是一个国家 哦 因为我们过去 六十几年来 他教育 家ці sciences 历史的老师 都跟我们讲 中华民国 是国家 不只国家 他是 代表中国啊 方国国民选 小华民国 中华民国 我们知道 在這個,我想說要講中華民國以前 我先來講一個小故事 這個故事呢,叫做李嘉梨頂舞 李嘉梨怎麼頂舞 這個宜郎呢,有一個導演 他拍一支短片的名字 叫做李嘉梨頂舞 這個電影就是說,在高校裡面 一個老師呢,在歐邦的上面 就寫說李嘉梨頂舞 哇,會跟學生呢,就差了,李嘉梨頂舞 其中一個學生,聽說李嘉梨頂舞四 怎麼五呢 就起來說李嘉梨頂舞四 他說不對,李嘉梨頂舞,你要說五 五個月,結果這個學生呢 聽說怎麼說,他就是說是 很高高 所以這個學生呢,就叫一些 比較前輩的,比較關鍵的學生 大概啊,大概囂張 你說李嘉梨頂舞五個月 結果他也是說是 所以有一天呢,這個老師叫這個學生 來五個月的頭上,就寫李嘉梨頂舞多少 這個學生也是寫四 結果呢,這個學生在五個月的頭上呢 他用像拍四 他要拍四,他要四的進行呢 杜手兩句正頭啊,贈手兩句正頭啊 算成的就是四呢 沒不對啊 就是這樣四 所以說是李嘉梨頂舞五個故事 這個故事,這個故事看起來很簡單 你把它想起來,這個道理 還是這個屬性 在我們宿客 我們收 中華民國的教養 裡面都是李嘉梨頂舞五個故事 很多啦 我現在說 中華民國這東西 是不是國家 這也是李嘉梨頂舞的這個東西 我們知道 中華民國 是一九一二年生立的嘛 所以一九一二年的中華民國 就是民國一年 所以中華民國跟公元的三十一年 就等這裡來的 他是一九一年 中華民國生立 就是因為 孫中山去推翻 稱國 建立中華民國 意思就是 中國這個國家的政府呢 但稱政府 變成中華民國政府 所以這個政府 會改變 他的名字會改變 他國家不會改變 他國家也是叫中國 中國 所以成國是中國 中華民國是中國 中華民國 他一九一年一年生立 他還沒有完全統一中國 發來的工法規模 打來打去 沒辦法統一 傳下去 就是那個 日本跟這個 中華民國的戰爭 在一九十五年 中前後 中華民國很高興 他說他全勝國 哇 他就代表民軍 接著台灣 在全勝國很高興 但是沒辦法 共產黨 開始打起來 因為你日本戰爭 在日本大陸 上面這裡的武器 非常多 共產黨很厲害 哇 快去接受這個武器 武器接受之後 開始打國民黨 國民黨 一直打一直輸 他本來是 太平的戰爭戰爭 結果內戰下去 節節白退 哇 進去退退退 退到無路了 倒到福建廣州來 他求四九年 他沒辦法 他就流亡來台北了 所以剛才有講 他求四九年 就是充公公民國 這個國家流亡來台北了 我們知道一個國家只有一個中央政府 一個國家不可能有兩個中央政府 所以在1912年成立的中華民國 他是一個國家沒錯 他的中央政府有在南京 但是呢 共產黨開始來前打起來的時候 國民黨這個中央政府打輸 他給共產黨推翻 所以他救輸救你 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他的中央政府在北京 國民黨這個中華民國政府走路來台灣 中國的中華政府現在一個 北京那個就是中華政府 代表中國 你走路的國民黨這個中華民國政府 那中華政府不是啊 他走路來台北 這個政府叫做什麼 叫做叛亂政府 在1949年以前 中華民國他是一個中央政府 共產黨是一個叛亂政府 1949年 政策改變了 共產黨打贏 共產黨變成中央政府 中華民國政府變成叛亂政府 所以歷史是會改變的 所以中華民國就流亡來台北了 所以在國際上呢 一個流亡的政府 他在國際上的名稱呢 就叫做 歷史台北 我們反正中華台北 這個意思就是說 中國政府流亡去台北 第二次世界大臣 中國打入到芭蕾 法國 芭蕾政府走路 走去流亡去倫敦 所以名稱叫做French London 法國流亡在倫敦的政府 波蘭也像一樣 波蘭也流亡去倫敦 所以名叫做Poland London 這是國際上 統統的名稱 所以我們現在在國際上的比賽 奧林比克的奧運 也是中華台北 我們的網球賽 哇 中華台北 今天我們的電視 中華隊 中華隊 那是李嘉莉上課 他在發發的 他是中華台北隊 不是中華隊 這不一樣 中華隊就是中國 這是代表中國 中華台北隊 他不敢說 他說中華隊 我們也說中華隊 我們也發到發育 他不敢說 他們不敢說 他們有不敢說 他不敢說 結果呢 哇 我們都去去 中華民國 記到那邊 人來 人來 他就記到世界上沒有那個東西 他求四九年 流亡來台灣 這個中華街星呢 賀高明 他怎麼說賀高明 他求五空年 反前伯化了 本來美國要放棄中介紹 他說這個這麼腐敗的政府 支持這個不好 錢都歪掉了 不好 要放棄了 結果反正不發 反正不發 美軍參戰 美軍需要台灣 因為需要台灣 所以不得不支持中介紹 所以中介紹繼續又挖下去 他在中國走來台灣 他叫五孔年 他叫四孔年他走來 他叫五孔年 他就怎麼說呢 中介紹說 我要復刑事事 我要回來做官 要做總統 一句話而已 我要復刑事事 變成回來做中華民國的總統 本來他流氓來台灣的時候 他是材料 他是普通人 他的總統 代理總統是李宗林 這個我們都知道 結果共產黨打倒之後 李宗林走到美國 就開始走來台北 但是他叫五孔年 他說復刑事事 他要來做總統 就做總統 各位我們想看看 他叫四孔年以前的中華民國 跟他叫五孔年在台灣的中華民國 有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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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想看看 譬如說 有一間公司 他的名字叫做中華民國 定義是中國大陸 這個黨首長是中介性 他叫四孔年 他不算了 這個公司消滅了 他叫五孔年 在台灣 還有一間公司定義成立 也叫做中華民國 這黨首長也是中介性 這兩間公司有同嗎 不同嗎 應該是不同 你如果有同 過期那間公司的 缺少可以對 不同的公司 所以這個中華民國 現在法公有 一百孔年 大概一九一年到現在 一百孔年 一百孔年 有延伸的模樣 那是李嘉里 中有五孔 因為 他在一九四孔年 就已經回去了 特別沒有了 沒有中華民國 這個東西 一九五孔年 開始的中華民國 跟以前的不一樣 所以他沒有一百孔年 這個東西 所以 在這個時候 開始 因為 國際冷靜的關聯 自本主義 對抗共產主義 所以美國 沒有辦法 不得不支持 中華民國 雖然 中華民國 已經不是一個國家 美國也要認定 做一個國家 中華民國 在聯合國 裡面 有一個代表 在安理會裡面 還有一省 所以 也 有安 在國際上 看作是一個國家 中華民國 沒有看作是一個國家 但是呢 一直到一九七一年 聯合國 通過的一個議案 就是中 中華社會 跟它的代表 苦度出 聯合國 正式 代表中國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但是 開始呢 一九七一年 中華民國正式 在國際上消滅 消失 這就是國際上 就很清楚了 我們 大家 在歷史上 都跟我們說 啊 中華民國 讓聯合國 苦度出去 這不對 這李嘉梨 中華 聯合國 苦度出去 就是 社會社會的代表 苦度出 聯合國 這國的文章得很清楚 中華民國 聯合國的肥丸 優丸 留在中華民國 只不過它的名字 改成 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改名 中華民國 就是以前 這個聯合國的一丸 所以現在很多台灣人 沒有了解 都說 哇 重返聯合國 要簽日 簽聲 要回去聯合國 你不可能 所以中華民國 已經在這裡 你是要怎麼回到 聯合國 你不可能回到 所以中華民國 一九七一年 就政策的夢了 一九七九年 台灣管理法 也說得很清楚 啊 你就是 不是中華民國 啊 你 就叫做 台灣 地理統教 總統 所以 如果沒四年 在選 不是啦 我們都說 我們在選 中華民國 總統 其實不是 我們是在選 是 台灣 地理統教 的局長 不是總統 我們自己 放得這麼大 所以 這些總統選 哇 哇 我相信在座 也很多 很打拼 這樣 拱拱 出錢 出來 早期 我也是 我也是 騎台 做工 這樣 三個月沒有 現在 受到我 吃飽 發燒 這不對勒 他不是 選總統 因為他不是一個國家 所以 到現在 我們知道 中華民國 這個東西 今天 台灣 這個 處境 台灣的 國際地位 無法改善 是因為 中華民國 跟我們合調 中華民國 站在我們的 所以我們無法反省 所以 今天 台灣人 要改變 我們的名文 就是 我們要 消滅 中華民國 你要怎麼消滅 中華民國 他在管 有警察 有軍隊 我們要消滅 一個統治者 有啊 過去歷史很多 不要說 印度 受英國的市民 甘地 出來的英國 對抗英國 英國 那些用力 那些贏的 他採用 無合作主義 來 推翻 這個 英國 所以我們 相同 我們台灣人 要消滅 中華民國 我們就是 要採取 無合作主義 我沒有要怎麼合作 我沒有要信任 你是合法的 你是違法 證明台灣 你是違法 統治台灣 這是我們 認識清楚 所以我沒有要怎麼合作 包括什麼 你說沒有六歲 沒有六歲 他會把你發 法理會對 對 但是你如果沒有去投票 他法理會對 不會對 所以 他們辦的選項 我們就是要不合作 我們沒有要參與他們的選項 我們沒有要做他們的好選領 我們沒有要去投票 你說 我們沒有去投票 這樣不是 整個月都放棄了 沒錯 整個月放棄了 整個月放棄了 整個月放棄的意思就是說 在國際上 國際的國家看得很清楚 中華民國這個地理統教 沒有奔土台灣人的支持 就很清楚啊 沒有奔土台灣人的支持 他的全過來支持 你奔土台灣人 好不好 現在 我們台灣人 大家都拚去投票 大家拚去選項 結果你選項最受的 因為 中華民國的體制 他的設計 就是 這些票 都留在他們的體制裡面 他們的倫理中的體制 鄉頂頂的體制 農威威威的這些設計 完全是選項的機器 所以這不是一個民主的選項 不是一個公平平頂的選項 你去選項絕對輸 不只輸 你再負 中華民國白輸 給國際上看說 你台灣人的選項 你要怎麼說 所以現在開始 我們就是不去選項 我們就是要跟DJ選項 所以 只要有這步 我們跟武法度 來 中 國民黨 跟這個中華民國 拐出去 一個台灣 拐離去台灣 這樣 所以 現在 台灣政府 有在辦這個新潤證 這個新潤證 不是說你拿著這個新潤證 你就有辦法去美國 不是啦 你拿新潤證 要怎麼去擠飛機 擠飛機 擠飛機 以外 你就是要有Passport 你不是Passport 你就要有留行證件 有Travel Documents 你才有辦法去擠飛機 所以 這個 台灣政府的新潤證 是只要證明說 我們是 本土台灣人 我們是一九四五年 這個市店 我們的 這個阿公阿嬤 那個市店住在台灣 跟他的兄弟 這就是本土台灣人 一九四九年 等中國大陸流亡來台灣 這些難民 是中國人 他不是台灣人 這要分 要分清楚 美國 要保護的 我們要享受美國 憲法的基本人權 就是本土台灣人 不包括等中國流亡來台灣 這些中國難民 還是支援難民 所以這條新潤證的意思 就是說證明 我們是奔土台灣人 所以我們要請這個地方的時候 就是要去 我們的 佛政事務所 去請我們的阿公阿嬤 阿嬤 那東西 這個 這個 負借 那個負靠 結果我也去請 真的 我阿公阿嬤的名字在那裡 還有一些兄弟 叫做名字 有,結果我有兩個,那人知道我兩個燒麵 結果我都忘記了,有兩個燒麵 麵還在那 我這兩個燒麵,因為是戰爭期間 太平洋戰爭的時候 那當時米軍複雜 我們都是鎖鞋去鎖鞋 那當時生我就很辛苦了 沒有東西吃 所以我們兩個燒麵 可能是那個時候 沒有東西吃要死 很早就死了 所以我都忘記了 穿著這張我才說 我來我們兩個燒麵的麵 還在那 所以可以證明說 我們這個貴旗的貨殼是怎樣 這些東西還保留 沒有把我們飛掉 也證明說 日本世代 他這個貨殼 做得非常非常好 所以現在講到這裡 我想 我們要留一些時間 讓人來交流 因為我們各位 都在台灣 這個國外角落來到這裡 坐在這裡 三枚 兩枚三架 也是有接觸的問題 到底 我們坐在這裡是要做什麼 台灣是應該好氣好狀 要怎樣 我留一些時間 讓大家來交流 教會來交配一下 好不好 有什麼 好 好 來 請客 請問一下,美國選領我們台灣,多久沒有人? 這問題很好,你幾歲? 老學長,老學長的問題就說,美國選領台灣,要跟我們選多久? 沒反擊,怎麼說沒反擊呢? 因為,美國現在採取的是,叫做,模糊政策 其實,英文叫做,ambiguity policy,要自己模糊 他也不想說,美國是不是選領台灣? 美國不是選領台灣,他不想說了 他說,你維持現狀就好,你要改變台灣的現狀 就是要涼發自己去共和和洩 這樣就好,你來用和平的方法去改革 所以他沒話說了 為什麼他這樣採取政策? 這個政策對美國有好處 怎麼還有好處呢? 因為呢,他保持現狀,這個中華民國,這個體制呢 欸,特當要買武器 這個武器,不是說,幾億台北,幾億台北 欸,算中的呢 哇,美國有這個收入,怎麼會壞呢? 我為持現狀,我有這個勝利啊 你如果說美國標是說,他占領台灣 他對台灣有決定 第一,他要保護台灣 台灣的國風,我們不需要買武器 他要來保護台灣 台灣人不需要去做兵 美國要派兵來保護台灣 他有這些問題 所以他繼續維持現狀下去 所以現在呢 大家看台灣 台灣人如果站起來 在座的人 有十倍、二十倍 我們有這麼多人 二十萬人、三十萬人都站出來 這個聲音,美國要聽了 我們有二十萬人、三十萬人 來台北總統府 在那裡站一禮拜、兩禮拜 一個月,我保證中華民國 就要走路了 他進行就是這樣 這個我不知道 這個我沒辦法給你回答 因為那個收集怎麼來 沒人知道 所以我們現在的路領 就是說 讓更多人了解 台灣政府這個論述 中華民國的本質 我們不想想念中華民國 我們因為它是違法的 我們不想跟它合作 這些人如果越多的時候 我們站出來就越多了 這就越力量了 這叫做people's power 人民的力量 所以這個收集要多 我們現在因為太少 所以美國 他也在點點了 不然要插力了 所以 我們來繼續努力 至於就是這樣 所以他要 給我們掌量下去 這沒有人 這看台灣人 看台灣人要表演 這一個 這個 這個 我的看法是不差別 因為 這個財政會倒 他現在繼續18%這些人 他就要顧這些人 因為這些人是他的剃票 他要繼續顧這些人 18%我們做生意 我們賺18%也很拼 不太簡單 18%什麼人在賺 台灣銀行 台灣銀行錢一旦下來 我們的稅金啊 是我們大家在那裡拿出來的錢 他在賺這些18% 不是他拿出來的錢 現在這些所有的人民 這些人一個月領一萬 六千幾塊塊的款 我們的農民領整個月六千塊 這些所有的經路金三千塊 現在三千塊 三千塊我領不到 我是領三千的 我阿嬤研究了 川總統的時候 哇有三千塊來了 說他現在 這個老人已經要改做三千 改做三千塊 我說這樣不錯 我今天五百 結果一動算了 又一千塊來了 因為你收入超過五十萬 所以我就不領得了 就再把我拿回來 照說呢 國民銀行是沒有那麼多 以前的經路金是給你的啊 所以它可以不給你的啊 但是老人那是銀行啊 銀行是一個最多 不管你收入多少 也要給你啊 對不對 這道理是這樣 但是他選到他就不要給你了 這是錢人齁 就是都用這補來奧布的 還有還有其他的問題嗎 來請問 媽媽 提款 跟政府貸款 我已經行嗎 有一件事 自己人家看就不行 你有去抵押 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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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這個抵押還不行 這個要抵押 如果政府要給你錢 要來拿 因為這裡有什麼中央 抵押什麼 如果發一千塊 我也去拿拿 他要發給他拿 如果要貸款給你拿 孩子要貸款 你來行 沒行不行 因為你有抵押押 如果沒有抵押押就可以 還有嗎 請說 經驗 費5月利費喔 要貸款喔 這個紀元 這個我就不了解 到底美國有準備 這很難說 美國準備一些中間的基金 一些錢放在那邊 用錢放在那邊 這我沒有了解 當時美國占日本的時候 可能美國也帶了很多錢下去 錢是不是因為有那個優勝 這是美國占日本 但是台灣是透過中華民國來占 這些錢是不是中華民國撒去營 我也不知道 所以這點我沒有了解 不好意思 這不能回答 還有什麼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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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府看到一個人都賣錢 以及政府民族的專制 可能大家要某某服務 所以現在某某服務 這個專制他們有多負擔 我們過他們有多負擔 因為我們民政府要吃這個 他的路途會越來越慢 所以這些人的輪子 我做一個話說 甚至請我們這些交易占擔 說一個比較簡單的 沒有我們可以明瞭 這樣我們的卡補到活動 謝謝 謝謝 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請這個新聞證 你來講比較簡單的 讓我了解請新聞證要做什麼 但是問題就是 這個新聞證要做什麼 也就是第一次六地兒 第一次我一整地兒也不能做什麼 因為不能做什麼 所以就沒有什麼人要來請 因為沒有 這就是證明你的新聞 但是其他就是說 這張是不是可以出國 大家有這五次 這張新聞是不是要出國用的 是要證明你的新聞 這樣而已而已 所以 如果要證明新聞 我就不用這張 我用八張也可以 所以這個動機呢 如果要證明你的新聞 比較俗就對了 要叫人來辦這個新聞證 比較沒辦法 你要跟台灣人 要遊說 不太簡單 不太簡單 現在就是說 如果大家不要去選舉的時候 是不是 這個中華民國會越拖越久 相同 你如果參加他的選舉 他越拖越久 比這個更久 你如果更多人了解 比較多人跟他提一下 就是會成功 你如果 面前 某某夫婦的人 越拖越的時候 就是沒辦法 你 向上說你不要去選舉 他打斷不過了 我就兩三個禮拜前 含李鋒衣告襲 他在說他是國師 他就在說 他說 哇 現在 一些人在說 我們要DJ選舉 麥選舉 這樣很危險 我就說這些事情 給我聽 我說 民進黨任務 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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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論述是很危險 你怎麼 填下去 這個票 倒下去 他也想不通 他說不要去選舉 不行 他說你電子材 這樣 我過去都給你尊敬了 你現在說這樣 我沒辦法照理 他也打斷不過了 但是 我想很久 想我這 只為他的一條路 我們沒辦法走 就是沒辦法照 來DJ的選舉 這 很多人沒辦法接受 過去 民進黨人 過去在美國打拼 台灣獨立運動的人 他也說這樣 individuals 高山獨立運動裡面 要怎樣 高山獨立運動 就是這樣會靠も柔 我們來改變廟運 現在又從根本點 但是 gustaría 還有什麼問題 來請 我們給看到 是 憲哥 這點न就是很好理想 台南黨跟民進黨蠻奮的小團 跟政府跟政府政府說服他們跟我們各 有擴大臺灣政府這個層面 這樣是不是會更近 這當然是一個理想 一個理想 但是你想 民進黨現在是老大 你台灣政府 你算什麼 他要什麼幹嘛 大家要你幹嘛 接下去之後是誰是老大 不可能 民進黨不正的情形 人們在中華民國體制裡面 他立委也不太熟 管制党也很多 他要跟你講嗎 我想 我們是想望想 這不太可能發生的事情 現在我的想法 就是我們民進黨自己怕自己的腳步 我們的腳步打得快 我們的人情感快 這就是六郎 六郎到一天 民進黨說 這個老大是台灣民進府 我們要換過來 是個我大朋友 本來就是這樣 所以在這個抗戰 我們不太可能 你在說這個 會不會太熟 因為時間的關 我們鐵仔兩分鐘 來結束 來吃飯 這樣好不好 好 感謝大家 感謝 來 大家請記憶 吃了 我們大家請坐一下 我們福利